第27章 游园庆宫 中州顾驾毕竟曾占居楚王宫多年 极有经验 银子流水般花出去将原本就巧夺天宫的游园装点的美轮美奂 游园是当年楚王顾铃声顺着爱女的意思修建 建成后 楼阁台谢与曲流琼墓皆似天成 美得自然可爱 像是偷取了天上仙女的游园 如今装点上蓝灯水池 更天风雅 加时将至 将领文臣陆续入园 迪奇也早已坐在王岸之侧 王岸是顾列用的十岸 是主位 摆在定规的木雕高台上 有三级木阶 显出与众不同 迪奇也身上是宫内制的金线暗云纹白衣 白绸瘦纹软靴 腰带上用金线绣着各式各样的蝙蝠纹 他伤腿微曲 恰好踩着最低那级木阶 右手搭膝上 左手直背 若不是 大家都知道他的腿受了伤 这姿势还挺潇洒不羁 迪奇也根本不想来 他腿伤恢复良好 已经结佳 可还不好发力 走路一瘸一拐 多难看 于是甚客气地问了顾列 顾列给回了俩字 休想 宫定青州中州的庆宫宴 迪奇也不出现 那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顾列想变了缘由 莫想到迪奇也是怕影响潇洒形象 顾列故意给他瞎出主意 让武库给你造个四轮车 三国卧龙先生那种 到时候 敬畏给你推进园子 多潇洒 迪奇也呵呵 开宴当日 顾列提前半课进了游园 敬畏扶着迪奇也慢慢走上王岸 到底是莫让他在众人面前 躲着腿走路 驻北和里玩中州事务 昨日堪堪赶到 他也是攻打青州中州的功臣 坐在顾列右手第一席 正对面是陆毅 隔壁是江阳 江阳看看王岐 凑过来 以羽善言口 小声问住北和 北和 你以为 敌小哥如何 好 祝北和照常西字如今 江阳齐了 敌小哥气了你不少回 你不觉得他太肆意任性了些 祝北和反问 他做哪 王岐啊 这不是废话 祝北和眼神往下一点 那意思是 这不就得了 人坐在王岐 我管得着吗我 江阳感叹 祝兄从不说废话 话音没落 右手边有个假道士扒上来 聊什么呢 也与平道清香清香 江阳趴一扇子 盖上他脑门 边去 研发谷拿浮尘顶开扇子 不紧不走 还凑近了跟他们打八卦 平道方才瞧见中周顾家毕恭毕敬 带着一姑娘 尝得很不差 不晓得能不能入主宫法眼 你不是能掐会算模 江阳讽刺他 没料到研发谷摸出三枚铜钱 就开始摇头晃脑 江阳恨不得打自己一嘴巴 让你多嘴 不知道这假道士听不懂人话 吉里昂当一通倒顾 研发谷则则有声 这女子姻缘已定 且为帝王人物 嘿嘿嘿 这不就是准了 咱们过阵有喜酒吃 平道想吃螃蟹 江阳早知这女子身份 笑笑走着瞧 柳梅一身淡粉一群 青纱负面 是个宁静淑女的长相 神色中却隐隐带着令人不喜的 英智自得 娇狂自惊 中州顾家女眷对她殷勤讨好 夸她是仙女女神般的人物 她看不上中州顾家 却也不免得意 将这些夸赞赵丹全收 采集金池道 过奖 尽了游园 她立刻心生不平 这样的园子绝不该是储顾所有 她又深恨起柳家派来跟着她的嬷嬷侍女 他们竟不准她穿白 今日赴宴在她心中与赴死并无不同 她很该为她的羊狼穿白的 中州顾跪请开宴 顾列身着青色王符 暗袖凤章 从随意中透出帝王气度 气势惊人 她身侧的嫡妻也也不落下风 二人坐于台上 众人望去 如此雄主良将 深觉老天对二人偏爱 顾列将陆毅与嫡妻也一通夸赞 连带提了提各位将领的辛劳 然后话不多说 举杯开宴 方一开场 笛齐也和陆毅举杯对营 颇有相逢一笑敏恩仇的意思 算是弥补嫌隙 两大公将和谐共处 底下人都喊了声好 陆毅得了主公不日就能回中州 准备宫情的允诺 自然给笛齐也面子 他也不是默想过 稍稍捉弄捉弄笛齐也 既不伤和气 也能立个态度 可靖元一看笛齐也做的地方 当即歇了心思 自认完成任务的笛齐也冻筷子 王岸上的菜色必然不差 顾列饮食上没有任何偏好 御厨从主公那里 听过不少辛苦 有劳 但一次都莫听主公夸过什么菜 好吃 因此被激起了不服输的斗志 再不过于铺张浪费的基础上 变着花样给顾列做吃的 可惜 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 因此 第一次听靖卫说 狄将军夸他做的烧虾好吃 御厨当场老泪纵横 今日这王岸上 三分之一是狄齐也夸过好吃的 三分之一是狄厨根据狄齐也的口味推测 狄齐也会喜欢吃的 三分之一是为顾列准备的金厨石令菜色 完全彰显了 狄厨终于得到他人肯定的激动心情 狄齐也一看即知 不免对狄厨生起同情 又好奇 为什么顾列连个爱吃的菜都没有 饮宴过半 中周顾家引出美人 为楚王献取弹琴 弹得是凤求黄 狄齐也听不出情音好坏 只觉得有种不协调感 也懒得注意 在王岸后拽顾列袖子 想尝最左侧那道菜 他够不着 顾列眼神一落 贵氏在旁的世人 起身将那道菜端过来 然后将吃过几口的菜都撤了 换上新的 这是什么 狄齐也皱眉 世人低声解说 是小方 百姓家中 波茧搅完蚕丝后 便将蚕涌以油炸爆香 做成吃食 很受喜爱 这是虫子 狄齐也强调 顾列笑了 吩咐 把这碟给研发谷送去 他爱吃 世人阴声端迪而去 狄齐也依然好奇 问顾列 虫子也能吃 多了 顾列见多识广 蚕涌还是百姓 觉得好吃的 还有灾年冲击不得不吃的 虫子当然能吃 狄齐也点头 原来如此 中州顾家心急 这么个大美女弹琴 主公竟然不盯着看 反而和狄将军对着吃食说个不停 欲出手艺这么好 柳梅之觉得 金楚满子 果然不懂欣赏情谊 负气手中 也莫人太过注意 一曲罢 中州顾家还想该如何是好 柳梅却摘了面纱 面上不卑不亢地笑着 心底是满是自我牺牲的感动七处 对主作一拜 朗声道 主公 如此游园盛宴 何不连世作乐 这对中州顾是安排之外 对顾列却是意料之中 前世她知当是中州顾的安排 后来想想 大概是柳氏女爱母杨萍的诗才 也自认是个才女 想在盛宴上 以诗压倒金楚众人 顾列自己不爱写诗作对 可楚顾家臣 个个都是公子哥出身 年少时都爱附庸风雅 就连驻北河都长于永悟 所以 前世楚顾家臣连世连的兴起 一会儿大俗 一会儿大雅 柳氏女根本插不上嘴 见顾列点头 柳梅当即起了头 立刻有家臣对了上去 接二连三 好不热闹 迪奇也只会成语 对此兴致也不大 他时而转转视线 像是在听他们连诗 其实是不动声色地 看美滋滋 用残涌下酒的研发骨 那毕竟是虫子 顾列低声笑出来 迪奇也转过头来 果然是顾列在笑话自己 让他们再上一点 顾列取笑他 你尝一个 说不定喜欢 我深艳虫子 迪奇也拒绝 春蚕也是虫子 他是白的 迪奇也解释 又没有截至黑虫腿 那些东西 楚顾家臣们 连失联的五花八门 偏偏都没错了运 柳梅一心要以才华 震慑众人 结果反被气得脸颊泛红 更可恨的是顾列 他竟然如此野蛮无礼 看都不看他一眼 顾列和迪奇也说着虫子 忽然有人高声道 主公 星湖排鹤影星号一句 如何接 柳梅刻意从生运开猛中 选了一句现成的 上过学的孩童 都能对得出来 但对好却很难 顾列不接 就是庸才 顾列接了 也不过寻常 总之比不过杨平 仲将稀奇地看着这姑娘 他先说连诗 自己连不上了 竟然另起一句 直接问上了主公 看他这满面羞红的 这是对主公很有意思 顾列淡然道 本王不善诗词 而等自乐便是 主公过千了 请主公同乐 不等江阳出来打圆场 柳梅立刻柔声求道 狄奇也感觉身边人 一下子冷了下来 像是想起 极不愉快的事情 本王当真不善诗词 顾列清笑 只想到据现成的 不对照 但非要我接 就让我懵混过了吧 仲将以为 主公是在逗姑娘 嘿嘿直笑 顾列视线往身侧一转 笑念 似有暗香来星号 星湖排鹤影 似有暗香来 这两句现成诗凑一起 不对账 也不怎么和解 只能说是在掉下画线戏 大家嘻嘻哈哈笑了一阵 有家臣 笑着抢了画头去 另接了一句 傅又连起诗来 狄奇也冷眼看着顾列 他还以为顾列怎么了 莫想到还是笑话他 而且还变着花样笑话他 顾列笑笑 把另一叠 嫡其野莫尝过的菜 换到他面前 柳梅先是一休 认为顾列是 掉下画线戏他 内心自得 再是一喜 他终于让 处顾蛮子当众出丑 为杨平找了面子 他心底叹息 他果然是爱极了大雁 爱极了羊狼 这金楚蛮子 将成为他爱羊狼的踏脚石 见证他的伟大 此时 顾列举杯 对中周顾家道 筹备此宴 诸位辛苦 中周顾家欣喜地出席而拜 接道 身为主公同族 为主公分忧 乃分内之事 好 顾列赞叹 四世极为欣慰 又道 儒家长孙 少年才俊 本王亦曾听闻他的才名 今日恰有一才女 天时地利人和 本王就拖大 给你们做个媒 中周顾家在柳家面前夸下了海口 被顾列这一下 打得措手不及 当下个个 急得满头大汗 又不敢言 柳眉气得发抖 心底同时涌上绵绵蜜蜜蜜的后怕来 这可如何是好 记下 顾列示意远跪于策的文书 本王为中周长孙顾显 柳家嫡女柳眉赐婚 婚期就定于两个月后几日 两个月后 假如他与杨平珠胎案接 案里应当显怀 让他嫁给中周顾 也不算委屈谁 反正两家最终会是一样下场 文言 中周顾家众人于柳眉面如土色 中周顾家 本想找顾列养父强行定眉 莫想到养父去了蜀州 他们思前想后 最后打的是 先献人 再揭露身份的主意 先斩后奏 如今人都还默现 主公是从何得知柳氏女身份 主公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次婚 是福是祸 江阳嘲笑严法谷 准啊 楚王请殿 摆上了新做好的秦州看余图 迪七也竖着禁足的日子 不知打秦州 还有没有自己的份 怨气冲天 迪小哥 有人在寝殿外 鬼鬼祟祟的喊 迪七也慢慢走出去 发现是岩法谷 正色道 岩将军 可有要事 岩法谷却先去看近卫 今日休目 可否借迪小哥一用 近卫笑笑不说话 也莫拦着 岩法谷拉着迪七也就走 迪七也微微挑眉 究竟什么事 大事 三缺一 三缺一是什么意思